娃娃班卡 娃娃班卡 南投仁爱山区清流部落 孩子们课后有老师教导原住民语 让原住民不要被人家看不起 也要自己自立自动 安亲班能持续运作 是因为每个月都有人捐款资助 慈激志工戴春雄和庄阿淳夫妇 聘请司机接送三十多位孩子上课 长达十二年不间断 常准备馒头点心从埔里送到山区 最能代表年节关怀的冬至汤圆 年年都有 因为太太有一段时间她住院 就是不小心跌倒 就那一年 她说人在医院 然后她交代她的女儿来煮 然后是代先生自己一个人亲自送过来 是一分回馈的心 戴春雄感念以前在山区开年米厂 受到当地民众照顾 我在那边的时候 部落人对我很好 因为里面和我生意有来往的 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年米厂早就结束营业 但情谊不曾中断 孩子们一句阿公阿嬷 戴春雄和庄阿淳就心满意足 十多年来的付出别无所求 只为提供快乐健康的学习环境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张秋菊 诗金鱼潘长光南投报导 事件是被推出的 听不过 这里都会访病 没有